這個範例,你可以做一點修改 比如說第一個,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位置 這個位置你可以做修改 也就是剛剛250 大概在這個位置 如果你改少一點或改多一點 它就會往中心00的地方去移動 也就是這一點的話 就是00,這一點 坐標就00,在這一點 左上角這裡 大概距離 250大概就是這個位置 反正它的,從左邊到右邊 總共多少呢?1024 就是它的Pixel 高度往下 我這個是1024 768 所以你就可以去算 大概 一半,大概就500 所以它的位置剛剛出現在這個位置 就沒有錯 大概這個位置 那大小當然你也可以去調整 主要我們是利用這個所謂的 Size 這個地方去做調整 大小可以去調整 那顏色的話怎麼調整呢? 這邊有個Color 那你油標當然你可以停在這個地方 什麼顏色可以放呢? 你可以直接打開這個DUX 其實這有時候很方便可以查閱 那有這麼多種顏色 你可以直接下顏色的名稱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什麼方式呢? 你可以用那個 另外有種方式 就是New Color 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呢? 像這個地方我如果今天要改成 這邊把它改一下好了 假設說我今天要換一個 New Color方式也可以 那假設黃色啊 也是像255.255.0嘛 這就是黃色有沒有 我把它執行來看 實際上就直接也是黃色 一樣的方式 那有的時候你不知道說 顏色哪個數值 其實非常簡單 任何在那個Office 或者任何的影像處理 像這個地方都有其他色彩 你就可以制定這個地方 就可以知道了 假設你要哪個顏色 你希望淺一點的黃色好了 這個顏色 你可以把這個數字記下來 2424197好了 那你就把這個數字記下來之後呢 直接更改 像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喔 假設我這地方 24 比如說大概200好了 那 Stop 這一定要中指 執行 顏色就是我剛剛設定的顏色 所以什麼顏色 你直接可以用New Color 會比較 更有彈性 那 但有的時候說真的 人的腦袋記性 還是沒有辦法很 善用工具 有時候會可以少記很多東西 但是至少你要找得到 像這個地方我都要不要停在上面 就可以知道說 它有哪些訊息可以用 有沒有 直接就到這裡 DUX裡面都有了 而且它基本的訊息也都有了 所以不需要去實記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說 你要XX 欸 你們剛剛有點XX對不對 沒辦法關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 增加一個Events 這個Events就是事件 在這個事件裡面 也就是說 我們早期 在VP裡面開發 那個事件是本來就有的 點兩下它就可以直接產生 就已經幫你做好了 那是因為它本身已經寫好 你不需要再去撰寫 但是Java裡面沒有 你必須要自己去撰寫Events 事件 比如說我今天要關閉的話 我必須要在底下 撰寫哪些訊息嗎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第四頁 有沒有 17至4 有沒有 在中間的地方有一個叫 你只要在 man man就是這個 man這個方法裡面 任何的地方 加入這些 加入這幾行就可以 特別注意 刮斧的位置 還有 這個 有沒有 這樣子 完整的 是這樣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加了這個之後 可能前面它少了這兩行 Events Events 要自己加 Events這個部分 你要必須先Import進來 Import哪一些呢 Import events 那這邊加一個start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 這個套件裡面還有一個Events的套件 一個class 那通通要把它匯進來 才有辦法產生這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呢 才具備有所謂關閉的方法 關閉的這個方法才會被執行 也就是說 我今天假如我今天要能夠執行之後呢 這個XX要產生作用 我就必須要建立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就是關閉的這個事件 是要自己寫出來的 那寫的方法的話呢 我就在這個地方 加入add window Lessening 就是要 請聽 要得到 就是請聽什麼呢 New window 這個 後面增加一個 這個abductor 增加一個abductor之後的話 然後呢 那我當我關閉的這個動作產生的時候呢 這個動作產生之後呢 就去執行什麼動作呢 執行底下的這個 System.exis 然後傳為0 就是把這個事件全部關閉起來 它才會產生這個事件 那這部分的話呢 必須要加上去才可以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就完成這個地方 那其他的話 我想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著怎麼樣呢 把這些字通通修改看看 改成中文 看看有沒有充碼的問題 那早期當然 早期版本 會有充碼的問題 那現在 中英文應該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是unicode的方式 我們前面有講過 另外就是說 它的這個 顏色的話 你把它改成像 New color的方式去調整 還有size 大小的話 你可以再去調整 比如說我今天把它調整 500x500 看看會有什麼結果 那位置調150x150 那顏色調成這一個 試試看好了 那按關閉 可以關閉 這樣就可以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